这金刚心坚定 对不对 此金刚心一无所得 一不得扫法 就放开 放开以后就起立 所以这就是 以无所得心 成就金刚心 修行金刚身 不得扫法 因此可以达到金刚菩提 这就是礼佛三败的意义 礼佛三败的生命之意 也就是礼佛三败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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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